娘家 這是春節最遙遠的距離 初二上國道可是一段 等待大於期待的旅程 一早國道不少路段出現紫暴 高速公路都成了歸宿公路 國道一號下午 新竹系統到竹北 胡偉到園林 民雄到園林系統 時速都在30公里上下 國道三號龍潭到大溪 抖六到明街 新竹到竹北 田島到燕巢也是走走又停停 國五更難走 宜蘭到瓶林塞爆了 雪山隧道時速只有50公里 明天北上的部分 都有高山載管制 包括東部跟西部 那西部國道我來講 就是9點到下午2點 是北上的部分 那國道5號的話 就是下午3點到8點 也是北上有高山載管制 初三該怎麼走呢 南下路段 國一上午 胡口到新竹系統 國三英哥道關係 快關到南投都很塞 國五真的要走嗎 好好考慮 而北上國一下午 南團到楓園 恐怕要花費至少6倍的時間 國道5號北返塞車 也要等到夜間11點才能舒緩 從除夕都一路塞 除了替代道路 否則就是考慮其他方式走春了 記者吳成斌 台北報導